8月22号举办的金砖国家峰会 真的是今年看起来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会议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亮哥特别说什么 现在这个金砖 不会只是防守型的 可能还有攻击型的意义吗 那因为呢 我们都知道沙特要加入金砖 那现在呢 西方就不断地炒作 想要挑拨离间 但是呢 这是怎样在放话吗 来看到是说什么 华尔街日报就说了 美国已经跟沙特在承认 以色列的协商达成共训 就是希望要撮合两国 能够建交 但是美国传出来 列出三个条件 这华尔街日报说的 这个可能叫做美国希望 OK希望 希望这三个条件 希望因为不可能 可是我不可能 不认为沙特会答应 对但我们先来听听看 有哪个他们希望的 希望沙特不要让 中国大陆成立军事的基地 不要使用华为 然后呢要用美元 作为石油的销售的定价 而不是使用人民币 那为什么呢 现在沙特让美国怎么样呢 是有点担心 因为呢整个靠向中国大陆嘛 因为中国大陆推动 中沙一的和解 更别说 二十二国正式提出 要加入金砖国家 然后沙特跟印尼加入金砖 就很受到瞩目 不中国大陆不可能 去沙特成立军事基地 这个想太远了 中国大陆一定是根据 它的实际的需要 那才会在当地成立一些 可以保护自己出口的一些装置 比如巴基斯坦 他就比较有兴趣嘛 因为那个地方有反叛军嘛 对不对 你沙特阿拉伯又没有这种问题 对不对 可是说不用中国的华为 然后也不用人民币买石油 这个我难以想象 因为沙特阿拉伯不可能这么笨 而且他也没有条件这样做啦 你现在有26%的原油是卖给中国 那中国如果要求部分用人民币支付 你如何拒绝 因为最近习主席跟沙特访文 就说人民币结算嘛 他事实上就是不要具体提到人员 那等于就是说 我们两国贸易可以用本币结算 所以他就不要去刺激美国嘛 可是这个本币结算 当然会包括人员嘛 他们最大就是人员 怎么可能不包括人员 那华为这个就很具体特定 对不对 那对不起 这个沙特阿拉伯的红海的未来城 它的除人系统已经标出去了 就是标给华为 那已经确定了是 那怎么可能还违约 就去年的事啊 那阿联酋整个通讯系统都是用华为 美国要求说我不卖给F35 我跟你讲不可能的事 你去想一想 伊朗也用华为 阿联酋也用华为 你怎么可能沙特阿拉伯不用 对对 沙特阿拉伯一定是 两个系统都开放 对对他来讲一定是这样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就美国讲一讲 可是做不到啦 做不到啦 对那金砖的部分呢 也要分析一下 因为金砖今年是非常重要的会议 那么多国家想要加入 那亮哥不断提醒 就这两个国家是很重要的 印尼跟沙特 然后呢 这个金砖南非的外长就说 邀请了67位的全球南方领导人出席 习主席也说 8月22号要出席金砖银行 这是大事 真的是大事耶 而且沙特阿拉伯还要加入金砖银行 就那个新开发银行 他钱那么多 对 我认为沙特跟印尼啊 还有非洲的北部或西部的大国 未来在金砖一定会有一定的角色 什么阿尔及利亚那些 对因为坦白说阿尔及利亚 埃及跟尼日利亚 那都很大 都比南非大啦 所以没有理由说是南非来唯一单纲嘛 非洲很大 55国耶 所以我的意思是 一定会有一些代表性的国家加入啦 那这种情况下你也很难拒绝人家啦 那也许加入了程序还有每一个国家的国力嘛 大家还是要做一点区分啦 对 这个有可能 是 你总不能叫一个很小的国家 然后跟 然后也一票这样 然后也是 一票我认为一票这个会坚持啦 OK 联合国就是一人一票嘛 可是分量还是不一样嘛 比如说你要有 要有资格参加金砖银行啊 你要投钱嘛 是吧 你不能只是来 对嘛 比如说孟加拉他也说他要参加金砖银行啊 可是孟加拉是个很穷的国家啊 所以我是觉得 这个就是我们要看他要讨论什么议程 事上今年的金砖会议的议程是 可能是具有历史指标性的 比如说入会程序 那会员的分类 然后本币交易要包括什么样的范围 是不是会包括能源交易跟粮食交易 这个影响重大啊 对 还有大家是不是要合并起来弄一个支付机制 就取代Swift 这个也很大 比如说要不要合并既有的支付机制 把俄罗斯的啦 伊朗的啦 中国的 印度啦 全部都并起来 那这样子 这个新的支付机制 参加的银行我估计会到4000左右 4000家银行 不因为现在Swift大概是1万1嘛 对 不因为这个你没有办法的 因为G7都没有参加 对 那日本韩国也没有参加 那金融霸权当然是在他们那一边嘛 所以你能够累积到4000家就不错了啦 那这个当然就会构成了 美国对于国际贸易的金流 会那个黑洞会越来越大 他查不到啊 对 他会查不到 所以这个是 我认为今年这个叫做 具有历史里程碑意义的金庄会议啦 它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影响 是非常深远的啦 所以特别值得注意啦 对真的是非常值得注意 亮哥跟我们都会持续来关注这个 金砖的峰会即将开了 那不管怎么样呢 美国现在这个经济啊 有下行的状况 中国大陆也有面临压力没有错 但是呢 拜登现在怎么样 在唱衰中国大陆 我们先来看看 中国大陆有一些做法 的确也知道说 经济的确有一些压力 我们看中国大陆有最新的做法 来看下一张 说到什么呢 中国大陆有公布说什么 中国大陆国务院在推 六面向24条措施 就是希望外资能够有信心 第一个呢就是提高利用外资品质 第二点说保障外商投资 企业国民待遇 第三点持续加强外商投资的保护 第四点提高投资运营便利化的水准 加大财务支持的力度 完善外商投资的促进的方式 中国大陆当然有看到这个警讯 所以呢这样做 但是拜登就说什么 哎呀中国大陆经济不行啦 中国大陆以前成长8% 今年只有2%而已啦 我不知道它2%是哪里来的啦 因为第一季 我们知道第一季是4.5 第二季是6.3 那当然这个7月有点不如预期啦 就是我们讲不如预期就是说 它的消费还有投资的力道不足啦 所以有人说这个复苏的力道不足 所以会不会下修啦 美国确实有一些机构想要下修 可是现在还没有正式公布 那看起来都是什么INF说5.2啊左右 对 那个大部分的国家都是5到6之间 那可是我坦白说啦 今年的经济大部分都不好啦 对 说实在啦 那比较大家比较看好了 比如说印度有人看到6%嘛 对66 可是印度毕竟只有3兆嘛 对不对 那另外一个 这个各国都去他那边投资 为了要享有关税优惠进美国市场 就是墨西哥嘛 今年事实上制造业投资最多的国家 就是印度跟墨西哥 就是跟自己比啦 我们不用总量啦 总量当然中国最多啊 对对对 那中国base就大嘛 就是说目前的情况就是中国大陆对 他的那个消费迟迟不起来 事实上有一个新的变数在出现 这也是我一个朋友跟我讲的 他说越来越多人是在高价买进房子 所以他的总所得的房贷支出越来越高 就是说可能有三到四成 所以就会降低他的消费力 你知道我意思 了解 那就是因为房子实在太贵了 尤其是 尤其是北大广深那几个地带 对那边都蛮贵 都实在是很贵 所以就会降低了他的需求 需求能力啦 那所以我们才会看到有些 就是我们讲这个社会融资啊 还有那个民间的贷款啊 不足 都在降低 对 这个恐怕是中国大陆要 比较注意的部分 没错 那他也不是不知道 因为他推出了很多 鼓励消费的措施啊 可是要真的有效果 那个有时间差的问题 比如说他很多都是上个月提出的 因为他上个月就看到有问题嘛 就是提出 那那个可能都要三个月之后 才会开始有效果 所以就是你有一点在那个 黑暗的隧道里面还在往前走 还没有看到前面的光啊 你懂我的意思 对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个中美现在完全不一样 美国是大水漫灌完了 中国大陆是以前是很谨慎 那现在就是刺激 他还有这个底气 可以呢做一些刺激的措施嘛 另外来看到是 因为大家最近大家关注很多 什么碧桂园啊 这个有问题啦 西方不断的炒作啊 那今天又要讲什么中植系啦 都是说什么中大陆经济不行了这样 因为你的流动性变差嘛 流动性我们讲的就是消费者的购买 变差 所以你收到的现金就变少嘛 那你以前杠杆做太大啊 那那个债你要还啊 那就有一点 事实上不是 不是我们所讲的那个资产负债表的 支不抵债啊 不是啊 对 碧桂园它的资产还是大于负债 是 它并不是说要有破产危机 不是啦 它是现金流变少了 才2250万 所以你就 不你讲的是债 你讲的是那个外债啦 外债 因为它有 好像两支嘛 两支外币计价的 那个公司在到期啦 那也只有2,250万美金嘛 那那个可以宽限一个月 所以是9月7号才到期 我不认为它会在这里跳票啦 那只是说人家再看后面 你2023、2024 还陆续有5、6支要到期 那还有国内的 它现在是在 我们简单讲叫做资金调度 有紧张啦 那这个就看政府要不要帮它忙 因为有人也不满啦 就说你以前杠杆做那么大 你赚那么多钱 那你是不是要拿出你个人的 赚的一些钱出来填这个洞嘛 你知道 这个就像恒大 许家义嘛 是 许家义人家就不满嘛 就说 那你以前赚那么多钱 那这个 你这个币国元更大啊 那更大你以前赚那么多钱 只要拿自己的钱出来补一下吧 每次都要政府对你开绿灯 有人就不高兴嘛 没错啊 这可以理解啦 可是问题就是说 币国元是最大的 这个洞 破不得啊 破不得啊 政府应该要介入跟它谈条件 对 这个就好像我们讲的企业重整 那政府可以找一些 比较可靠的 跟政府有关的 单位来注资啦 然后相对取得某些权利嘛 我认为这件事他要做啦 这个 那作融信托你也要救啊 对啊 作融信托是 坦白讲就银行之外最大的一个 信托基金的贩售人嘛 是 这家公司你也非救不可啊 对啊 可是 这个就是总的啦 坦白讲你也看到 美国也有一些地方银行在倒啊 那是真的破产 对不对 那美国也不是每一家企业 生意都很好啊 它也许是高科技啊 做得不错啊 有一些投资银行做得不错啊 可是广义啊 你现在如果去住美国 你都会觉得 它东西好贵啊 然后那个利率 我们说它利率不断升高 对啊 现在它的房贷利息 已经将近7% 是 坦白讲 大家生活也是很辛苦啦 所以我讲白了 现在全世界大家生活都很辛苦 都比去年辛苦了 没错 就是今年的市场不好嘛 对啊 就是你要度过危机嘛 就这样嘛 是要度过危机 但是中国大陆有这个国家体制 那跟你美国相比的话 到底谁能够度过这个难关呢 全世界都非常关注 好那拜登啊 就是唱衰中国大陆啊 说中国大陆经济很像定时炸弹 刚刚说了 什么哎呀 中国大陆以前是8%的速度增长 现在只有2% 然后处于退休年龄人口 超过工作年龄人口 这个亮哥说这个是完全错误 刚才那个数字已经是错误了 都是胡说八道 什么意思 那因为呢 现在柯比就说 没有啦 总统说的是 中国大陆国内面临的挑战 经济社会文化相关什么 这不是废话吗 那你美国不是一样 这个光他夏威夷的 这个也蛮差的 那个就是 柯比也知道总统讲错了 太离谱了嘛 你一个夏威夷 才一个大火 现在死了就超过100人 对啊 很恐怖 对不对 那人家那个洪水才死多少人 你要不要这样来比啊 不用这样 所以我是说 你要比这个实在是没有意思的 就大家都有不一样的困难 那中国大陆相对于美国 他有更大的降息空间啊 对啊 那他政府也在做啊 还有他政府有各式各样的基金啊 那可以来鼓励做消费啊 这个你美国就做不到啊 因为你当年就是放太多水 现在要抠回来 是啊 所以他现在他还是不敢降息嘛 没错 美国为什么不去降息 是 因为他怕通膨嘛 再来 那你以为通膨已经结束了吗 还早咧 所以我说家家有本来念的经啊 我说实在话了 没错 所以也不用这个唱衰别人 你搞好你自己吧 你看你美国怎么治理吧 尤其来看到现在呢 包括什么呢 包括现在你也很需要中国大陆的市场嘛 美国运输部就说 中国大陆非美国的这个班机 每周往返客运的航班呢 9月1号起12班到18班 然后呢 12月29号增加到24班 然后呢 现在联盟多说 我们也很期待看到中国团客赴美旅游啊 那目的最近啊 把美国学家的银行的信贫呢 也是怎么样 给他降频了 然后像美股也受到很大影响 所以全世界都有在下行的状况 你也不用说怎样 唱衰中国大陆 我给你讲这个也是考验你的记忆力啦 我这个人就是记忆力比较好啊 所以都看得出这些政客的嘴脸 哎 中国非美的航班你现在要增加对不对 你记不记得当时他拒绝 是啊 他说你可以飞俄罗斯对不对 这是不公平待遇 你记不记得 对 没错 因为人家没有制裁俄罗斯嘛 所以他可以有跨越领空权 那美国那个时候就用这个当筹码啊 说你不可以这样啊 那我航班也不要让你增加啊 那结果怎么自己让啊 对啊 因为想要赚旅客的钱嘛 是啊 我讲白了嘛 哎 你不是说中国经济快崩溃了 那你现在还要人家旅客来救你 对不对 所以都是自相矛盾嘛 因为他也知道中国的游客到美国的个人的消费的金额都是最高的 没错 我认为中国大陆的旅客会去美国啦 可是大半都是求学跟探亲啊 我认为旅游团会大幅减少 是因为我们的关系那么差 我干嘛去你美国玩 而且你搞不好会被人家敌视啊 哎对啊 美国这个 对不对 所以目前传出来的 中国大陆有人做这个调查 结果第一优选了 因为这次他开放78个国家嘛 第一优先的是日本 那第二个是澳大利亚 OK 不是美国啊 为什么要去美国啊 而且日币贬值 对对对 大家觉得划算 大买特买 所以你要关系要搞好 不然的话怎么样呢 不然的话我干嘛去你美国玩 所以日本呢 因为期待中国大陆去 那也怎么样呢 两边两边的关系 也许也希望能够好一点 不用那么剑拔弩张 然后呢现在怎么样呢 因为呢 美国不断的炒作说什么 说哎呀 我们不需要中国大陆市场了啦 因为现在怎么样啊 华尔街日报说 中国大陆商品在美国进口比例 20年最低 但是其实根本就是转一手 到第三国 越往美国为 就是东南亚跟墨西哥 对啊 所以根本没有 所以我说那个就是 在自己骗自己嘛 一样都是 Main in China 那只是 从 这个海关的统计 它是从东南亚来的 从墨西哥来的 就是这样嘛 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 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 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诊口 感谢观看